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一直不赞成用加征关税来解决经贸摩擦 因为贸易战没有赢家 我们也反对单方面施压的做法 因为它不符合WTO的归族 当然这一协议它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 逐步地恢复稳定和正常的发展 有利于为正在下行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当然也有利于为全球的贸易秩序带来稳定性 当然中美关系当中还存在不少需要重视和投赏处理的问题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有效管控分歧 拓展互利合作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我要强调的是中美达成阶段性的建贸协议 不针对也不影响第三方的正当合法权益 反而对各国对世界都是重大的利好 中美贸易合作基于WTO的规则 中国企业会按照市场化商业化的原则 增加从美国以及从各国进口 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的市场必将不断地扩大 这对美国是机遇 对欧洲对各国同样是机遇 中国历来反对保护主义 主张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各国都应该为正常的贸易投资 来提供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我们欢迎各国企业 在中国市场上平等竞争 我们也欢迎更多欧洲国家的优势产品 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 谢谢